亲爱的朋友您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三寸三尺三丈 菜根坛有言 人品做到极处 只是恰好 做人要掌握一个度 那就是恰到好处的分寸 说话留三寸 欲试让三尺 待人远三丈 增广闲文有言 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说话要讲究分寸 通达世故的人 逢人只说三寸话 一寸在人 二寸在石 三寸在地 一寸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人若不对 话不该说 二寸是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时机不对 话不能说 三寸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场合不对 话不当说 曾国藩年轻时 口无遮掩 得罪了许多人 参加收宴时 对好友郑小山 夸夸其谈 气得对方 拂袖而去 曾国藩事后自省 给自己定下 借多言的规矩 他还通过写日记 记录自己 言谈话语方面的故事 该说的话 三思而后说 不该说的话 闭口不谈 正如菜根谈里讲 口乃心之门 手口不密 泄尽真机 嘴巴好比是内心的大门 如果不能手口如瓶 必然会泄露心中的秘密 话说得太满 就无法保证 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逢人话三分 交浅物延伸 给自己留点余地 菜根谈有言 行得去处 物加让三分之功 当你做事一帆风顺时 让三分好处给别人 是为后世子孙积德 清朝首辅张英 书到同城老家来信 信上说 家中你阔建院宅 只为多占三尺地皮 与邻居起了争执 张英看完家书 回师一手 千里家书只为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油载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见诗 主动将院墙让出三尺 邻家见状 也一样让出三尺 两家宅邸之间 让出了六尺宽的一条小巷 这条六尺巷 至今仍是同城一景 被世人传为佳话美谈 遇事让三尺 是一种心胸 一种风度 下棋时让两子 是高手之举 打球时让一分 是大将风范 走路让同伴先行 吃饭让客人上座 乘车也给老人 小孩让个坐 生活中的许多矛盾 纷争 只因没能掌握 让的艺术 让是一种美德 也是一种修养 围炉夜话有言 使人有乍娇之欢 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夜 人与人走得太近 是一场灾难 最舒服的关系 是保持一种边界感 让距离产生美 亲人之间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不因为太烫 而伤了自己 也不因为太冷 而寒了人心 朋友之间 保持一杯水的距离 君子之交淡如水 看似平淡无味 却能解渴润喉 数好自己的分寸 不相干的事 不要管 掺和太多 反而帮倒忙 事情成了 没人记得你的功了 事情砸了 你却成为第一个 被指责的对象 别把想法 强加于别人 别窥探别人的隐私 别打扰别人的生活 常听人说 这世上只有两种事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话说多了 没人爱听 事管多了 招惹麻烦 知边界 懂分寸 让自己高兴 让别人舒服 这样与人相处 才能长长久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